今天主要在講的呢 是一個叫做 Whistleblower 這個概念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 Whistleblower OK 什麼樣的人算料配啊 你們覺得這些吹哨者 到底是對組織來講是好人還是壞人 看你的組織的文化是怎樣 嗯 嗯 好 如果這件事情可以留在內部處理掉 然後幫助組織成這樣就是好 但是如果自己往外外洩的話就是這樣 好 傳統上面來講 大家對於吹哨者會有那種很兩難的一個東西 有的人把它視為是一種叫做出賣組織的背叛者 而有些人就會把它列為說是 一 可能叫做這個人想去改善組織 促進這個組織進步 或者是說二 它在全喊完組織的所作所為之後 它覺得這個組織它做的事情當中有害於這個社會 所以它寧願犧牲掉自己作為組織成員的這個身份 而去訴求到組織裡面最好的一個 整個社會最好的一個發展 這到吹哨者的一個常見的一個狀況 那在文章裡面 這邊文章裡面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不會做太細緻的講解 它的概念當中是簡單的在講說好 一 傳統上面來講什麼叫吹哨者的這個東西 就學術圈的討論來講 它的定義在作者他自己覺得說 在他們以前發表paper之前是模糊的 因為傳統上面我們會認為說 所有的吹哨者簡單來講就是說 在媒體外面放話說我們這個組織哪裡做錯了這樣子的人 那典型的範例之一 例如像 有一個人叫做史諾登 有沒有聽過 史諾登 美國那個人 史諾登 就你們來看的時候 史諾登的行為是值得被鼓勵的 還是應該被 還是應該盡量消除掉的 你們知道史諾登的事件 你覺得他的行為是應該被鼓勵的人 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在外面放話揭露出來說 美國政府幹了什麼壞事的 有一個 好 兩個 覺得史諾登這樣子的行為是應該被壓抑的 不應該出現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一個 兩個 好 三個 那 在這個文章裡面呢 過往當中 大家會去討論的東西是來自於說是 史諾登 像史諾登這樣子的行為來講 他被著重在於的 是來自於說是 他是向外面舉發的 以及 會討論說這樣子的東西來講 他到底對於組織是好還是不好 就文章裡面的觀點來看的時候 他會認為說 這樣子的 第一個是來自於說 這些吹哨者的時候 討論吹哨者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只把他限縮在這一些 所謂的一個 向外揭露組織秘心的人 他應該把 在內部當中 跟主管去講說 我們組織哪裡可能有問題的人 也把他順路都吹哨者這樣子的東西 二 他會覺得吹哨者這樣子的行為 嚴格來說 就他而言 他會覺得說 是應該被鼓勵的 因為 這些錯誤遲早會爆發 爆發完之後 會對組織造成很多重大的傷害 這些傷害可能是來自於 實際上的財務損失 組織的一個民生的損壞 甚至造成組織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崩解 例如像 之前的那一個 最有名的像安隆案 或者說 世界通訊的案子 我看這些案子當中 或者像 霸凌案有沒有聽過 霸凌銀行的 新加坡的霸凌 霸凌銀行 新加坡分布的那個X 就是李森的霸凌銀行案等等 好 Anyway 這些案子當中都透露出來說 是來自於說是 當組織做錯某些事情的時候 有可能會危害到 整個組織這樣子的運作 那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樣去面對 這些吹哨者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 1 這來自於說 為什麼吹哨者會去做出一些 吹哨這樣子的動作 好 裡面會有一些講解 你接下來繼續說是2 好 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樣處理吹哨者 就作者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他認為說 一般來講 吹哨者的吹哨行為 它發生的是有步驟性的 步驟性指的是說 1 通常來講我會先在 組織內部當中 試圖做些揭露跟提醒 那這些被揭露的人 我們把它叫做 complain的一個 recipient 抱怨的接受者 這個人 那麼另外呢 還有被抱怨的人來講 可能有被抱怨的人 跟吹哨者的這個部分 當這個吹哨者 他發現到組織這些不大對的行為當中 在內部反應無效的時候 他才有可能進入到下一個步驟 去向外部來做些揭露的部分 那就作者的角度 也就是說 調查結果來看的時候 大部分公司會比較偏好於 去讓這些所謂的一個 組織內部做的不當的行為 會在組織內部就被處理掉 而不要把它放到外面去做 所謂的一個 更大的一個操作 因為可能會造成更多的一些 公司上面的一些損失等等 那麼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應該培養的一種是 來自於說是 我可以鼓勵 並且保障 有很多吹哨者願意站出來 假設這個組織 他組織來講 他會有很強的一個意圖 是來自於說 越做越好 這樣子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他應該朝向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作業 那因為他會覺得說 這些問題 基本上 如果可以在組織內部 就處理掉的話 就不會有 向外擴散之餘了 當然這些東西來講 還是有他假設上的問題 首先 他假設是來自於說 每一個組織都希望 自己是越做越好的 這樣子的組織 所會鼓勵到這種 所謂的一個吹哨的活動 但是 新的問題出來了 每一個組織 真的都希望自己 是做得越來越好的嗎 還是會覺得說 偶爾偷一點小雞沒有關係 例如像這個油好了 我今天賣油的時候 我可能會說 這個油 只要不吃壞肚子就好了嘛 那些油 像越南的工業油 我把它好好的經驗完之後 不是也沒有問題嗎 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它可能 就會變成說 是有點類似像是好 先犯了一些小錯之後 再逐漸讓錯變大 在這種情形之下 這種組織內部 會希望能夠避免 希望吹哨者來去揭發錯誤 讓組織裡面 不會重大犯錯誤這個東西 它某些時候 可能不見得會存立 也因此在外面來講 會有一些外部的法律 會來去做一些吹哨者的保障 這是在文章裡面講的重點 那這部分來講 我想待會我們看一個影片的時候 再讓各位實際看看說 到底吹哨者怎麼做的 好 文化 technical問題 不像 哪有受想中呢 それは 本來的 餐個的 現在的樣子 是 生長的 人間 有給育て 在那裡 不然 暫且 有 從 但是 甚至 但是 agric生 其實 有 有 我认为, 这就是我, 理计者的事情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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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一样的日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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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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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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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